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进行了超过100天 如今美国正式对香港举事举行听证会 聚焦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出席听证会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和艺人何运师都一致促勤美国通过这项法案 而主持听证会的参议员卢比奥预计 国会会在下个星期讨论这项法案 很有可能会高票通过 香港反送中运动已持续进行三个多月 如今这个原本属于中国的家事 也牵扯到海外去 9月17号美国国会就香港局势举行听证会 主要焦点放在香港人权和即将审议的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受邀出席的香港众志秘书黄之锋说 香港如今已经没有一国两制 而是接近一国一制 他表示香港如今正处在一个关键节点 他希望2019年将成为香港的分水岭 来日回望 历史学家也会庆幸 美国选择站在香港市民这一边 为香港民主出一份力 同样出席的香港艺人何运师也说 他们出席听证会 欲请美国通过这项法案的举动 并不是要求外人干涉自家市 而是对民主对自由的中心诉求 主持听证会的参议员卢比奥预计 国会下个星期会讨论这项法案 并很可能会高票通过 组织香港世卫听证会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 中国委员会CECC在2000年成立 主要关注中国人权和法治 每年都会向总统及国会提交报告 目前这个委员会是由民主党众议员麦高文 和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担任主席 CECC只会向国会和行政机关提供意见 但没有立法权利 MTV7综合报道